嗨朋友们,今天我要从中山坐高铁去珠海 从中山到珠海坐高铁需要30分钟 路程58公里 在中国,中山是一个四线小城市 这是一个售票机 我已经在手机上提前买好了票 车站外面搭了雨棚 下雨天,从马路走到车站也不会被雨淋湿 我提前了20分钟到了车站 所以先在这儿等一会儿,坐一下 现在进去准备坐车 在这儿先安检 包裹也需要安检 我带了一瓶水 他们还要我喝了一口 在后车大厅的大屏幕上 你可以看到车次 开车时间和目的地 还有在哪个站台坐车 这里还有按摩椅 这是站台 一到七号车厢在左边 八号以后的车厢在右边 车来了 上车 进来看一看车厢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看这些都是座位 今天坐车的人不太多 没有很多人 所以有很多空的座位 我买的是二等座 这些都是二等座 票价是三十元人民币 我喜欢这个有一张桌子的座位 座位两边的上面可以放行李 是行李架 现在我可以看窗外的风景了 这是水稻田 我喜欢看窗外的风景 你坐车的时候喜欢坐什么 又看见高龙了 估计马上就要到站了 车停了 到站了 带好东西 准备下车 别忘了你的手机哦 我要去逼出站口 所以我要往左边载 在这儿可以坐电梯下去 也可以走楼梯 进站和出站都只需要刷你的身份证 然后门就会打开了 也可以用护照 拱北口岸也在珠海高铁站旁边 如果你想去澳门 可以从拱北口岸通关 这里是拱北口岸 这里是拱北口岸前面的广场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行人 这个呢 是一个酒店 如果你想去澳门 如果你想去澳门的话 就从这儿进去过关 现在中国很多城市都非常干净 地面上是不可以乱丢垃圾 也不能乱扔烟头 这儿写着乱扔烟头最高罚500元 而且在其他地方也贴了这个告示 这就是珠海高铁站 珠海是中国二三线城市 在中国南方广东省 现在我站在桥上 现在中国公交车都是电动的 绿色的是出租车 还有如果你看到车牌是绿色的 那也都是电动汽车 如果车牌是蓝色的 就是油车 目前中国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 是比亚迪 左边的车道车比较多 行驶比较缓慢 好的朋友们 你喜欢我的视频吗 如果你喜欢 就请点赞收藏我哟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